今天呢想為大家介紹的是 當我們要更換家裡的像這樣子的 醫治的門鎖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一根螺絲起子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是GORILLA的急刃起子 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快的把這樣子的工作完成 那首先呢我們因為要酸開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急刃起子要做逆時針的旋轉 逆時針的旋轉 逆時針旋轉的話才能夠很順利的把它酸出來 可以看到其實螺絲是很順利的可以被酸的出來 好 接下來呢這邊還有兩根螺絲起子 也是要用一樣的方法 因為其實它有急輪功能之後 酸開的那一剎那就會變得非常的輕鬆 但是其實因為酸開結束之後 它急輪的功能就會停止 所以接下來只要是輕鬆的部分 它還是跟一般螺絲起子一樣的 這邊也是 最主要它可以幫助你的 最主要它可以幫助你的 是在一開始酸開的時候 比較難的部分 酸開之後其實 螺絲釘就可以很快的用手把它拿出來 如果不夠長的話 還要再把它酸出來一點 算得夠長的時候它就可以用手把 螺絲釘這樣子酸出來 你可以看到 當螺絲釘酸出來的時候 這把手也差不多就快掉了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把手可以輕鬆的被取下來 然後呢 這個部分 也可以輕鬆的從這邊把它拉出來 接下來呢 你就換上一個新的 你想要使用的 新的門把 買回來其實是全新的 非常簡單 只要穿過 中間 一樣 就跟剛剛拉出來的方式是一樣的 這也是 旋轉 中間的這個 旋鈕 好 確認它這邊已經 穿進去之後 拿出另一套螺絲的 另一套鎖的螺絲 對準中心點鎖入 這邊也是 鎖入的時候記得是順時鐘 先把螺絲中的鎖入 把螺絲中的鎖入 扭轉 順時針的時候它就可以很快的轉了 這邊也是一樣的方法 顺时针的扭转颈部 他就可以启动他的极轮功能 让门锁锁的更老 这样就完成了门把的替换 后来它更好 好 好 还是uring Sabbath 然后藏门 都是其他的